這個時候這個層級就固定了 固定完之後 請各位自己在設定格式化條件好了 格式化條件應該不難 這個範圍裡面的格式化條件 我的條件呢 從設定格式化條件你可以新增規則 新增規則裡面的話 我這邊有新增兩個規則 第一個你可以新增規則 第一個規則是 如果大於等於90的話 你可以從指格式包含下列 專格裡面呢 大於等於 其實應該直接就打90就可以 大於等於90的話 你給它一個藍色的粗體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進來之後 再新增一個規則 小於等於50的話 給它什麼呢 就是也是一樣 儲存一個例面值 如果小於 小於50的話 這邊也是小於50 給它一個什麼呢 給它一個這個格式是 紅色字 紅色粗體字加一個刪除線 那出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就類似像這樣 這是格式的部分 那格式部分做完之後呢 加選總分部分呢 這個地方我想 因為我會有權重嘛 所以 之前各位在做那個 就是 加總的話 其實不簡單 可是我現在上面有一個 權重 那這個權重是 我要必須把權重乘上它的成績 才是它最後的成績 就跟現在好像 好像那個考試 學測跟指考 它會有某一部分 比如說你的科系不一樣的話 你必須要乘上它的權重 那權重的話 要這個兩個相乘的話 早期就是必須用公式 比如說你用這個乘上面這個 加上這個乘上面這個 要乘對不對 那你可以在那個 我們公式裡面 在函數裡面有個叫 sum sum裡面有個叫 叫product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們這樣 如果你有權重 必須要相乘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array1 這地方把它選取起來 然後呢 這個array2 array2就正列 就是範圍2的意思 就是這個成績 然後再把怎麼樣 array1 因為它這個權重 等一下我們會向它填滿 不能夠動位置 所以按一個f4 f4之後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這上面的權重 就會被鎖定 然後底下 就產生 那再來名次的話 我想這也很簡單 用那個rmk rank 函數 然後把這個地方的話 按確定之後 再來我的成績 再來我在某個範圍之內的成績 這個是它的成績 然後這個是某個範圍 那我的排序就是說 0或省略的話 表示d減 因為我們分數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所以基本上你沒有打 或者打一個0 都是所謂的d減 d減就是高分一直往下 這樣的排序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不過特別重要 確定之前記得 這個範圍要把它鎖起來 所以按f4 把這個範圍鎖定之後的話 那等一下向下填滿才不會跑掉 然後名字部分也算出來 OK 大概先把這部分先完成好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有個基本的成績 那最後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可以按個清楚 這個成績清楚掉了 因為下一次月考 那下一次月考 我要加前五名是誰啊 按個確定 前五名就出來了 這個是我們最後要做的啦 反正不管這成績 成績到底是跑死 反正就是我就要看 這個報表就好了 反正我前面學生考的 我只要知道誰最近表現得比較好 這樣就OK了 那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先把這個部分 先完成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